Ultramon,TIGO,GAS! 它的脚是这样的 底下写着2013China,这是中国制造的 那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身看一下 这是这位奥特曼的变身胶囊 这套胶囊是捷得奥特曼最新的石丸胶囊 那这里面有这一个奥特曼的变身胶囊 让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使用的口香糖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奥特胶囊 它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让我们一起来召唤这位奥特曼 这时候,奥特曼的颜色显示 大家看,它胸前的护甲是黄金的颜色 黄金的护甲一直延伸到背后呢 它头上的额头水晶也有一个黄金的护甲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奥特曼吗?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奥特曼 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 这是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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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迪迦奥特曼的欧布卡片召唤它 这时候迪迦奥特曼的颜色显现出来了 它胸前的护甲也是黄金的颜色 然后它身上是由红色还有蓝紫色组成的 额头的水晶是白色的 它的黄金护甲一直延伸到背后 和刚才的那个奥特曼很像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位奥特曼 诶 这位奥特曼胸前没有踩饰计时器 它的头上好像是一个头盔呢 它的胸前有像翅膀一样的标志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然后这是它的手 它的手上有攻击的手刀 它的背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它的脚 它的脚上也写着2013 China 脚的背后也有可以用来攻击的脚刀 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它的奥特胶囊也在这个施完 让我们用奥特胶囊来召唤一下它 这是这一位奥特曼的不同形态的奥特胶囊 那它们长得很像呢 让我们一起来召唤它的另外一个形态 这时候 刚才的奥特曼出现了另外一个形态 那这个形态呢 胸前出现了踩饰计时器 然后刚才翅膀的形状变成了红色 它的手刀是银色的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和刚才的那个形态不同的地方 它的肩膀上面还有护甲呢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位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的头上好像也有额头水晶 它的踩饰计时器好像是一个珠子 然后它手部的形状是和其他奥特曼不一样的 其他的奥特曼都是握拳的 那这个奥特曼是手掌的形状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你们知道吗 这里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 它是慈爱的奥特曼战士 让我们一起用奥特胶囊召唤这位奥特曼 出现了 这个奥特曼的颜色原来是蓝色的 然后它的头上还有很多银色的部分 这是非常少见的蓝色形态的奥特曼呢 那它还有其他的形态 你们知道都有哪些形态吗 最后我们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位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的名字代表着大帝 它的彩色计时器也和其他奥特曼的不一样 那它胸前的这个护甲非常的大 一直延伸到背后呢 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让我们一起用奥特胶囊来召唤它 这是这个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这个奥特曼的颜色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既然奥特胶囊没用 那让我们一起用奥特曼图鉴来找一下 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这是我们的奥特曼大图鉴 中间的这个是出的奥特曼 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奥特曼的头像 那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这一位奥特曼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从这么多的奥特曼里面 找到一个和它非常像的奥特曼 在哪里呢 好像是这一个是吧 那这个奥特曼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介绍 出现了 这个奥特曼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呢 左边的这个是全身红色的 然后右边的这个有黑色还有蓝色 那我们刚才奥特胶囊里面的那一个形态 是这个 这是盖亚奥特曼的V2形态 原来这个奥特曼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呢 那这本奥特曼大图鉴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让我们来找一下它的头像在哪里 咦 找到了 是这个 它的左边是赛罗 右边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你们知道吗 那目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奥特曼50周年纪念软胶 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